地图这东西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很多人手机上都安装,有各种APP地图。 在找不到路的情况下,只要打开地图,就可以轻松解决。 除了日常生活中,地图在部队中也很常见,但军队使用的一般都是军用地图。 那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有什么差别吗? 军用地图是地形图,民用地图是地理图,军用地图有等高线用于表示地形,有一些高度,距离的数据和很多的特殊符号,内容相比民用地图详见得多。 什么是等高线?地貌的形态在地图上主要是用等高线写示的。 其原理是,把一个山地模型从底到顶按相等的高度,一层一层的水平切开,在山的表面便出现一条条大小不等的接口线,然后把斜线垂直投影到平面图纸上,便出现一圈头一圈的曲线图形,由于同一条曲线上的各点的高度都相等,所以把它叫做等高线。 军用地图是大笔列尺,军用地图通常比率尺都很大,军事地图不会随意根据地图大小设定比率尺,只有四个通用的比率尺,比一万,一,二点五万,一比五,万,一点十分万,作为实测路占军事地图。 军用地图更详细,军用地图要求比民用地图详细得多,例如一片平地上,也会标注出水天汉地,甚至桥梁的灾害都会严格标出。 还会有专门的军事工程地图,会有专业信息,往往还会有军事设施和军队类型的符号标定。 这些用来分派战术下达指令更直接,日本清华时的军用地图,可以精确到每个村水井的位置,坐标系,一个挺常见的差别是,军用地图都有纵横的坐标系,用以定位,而您用地图基本见不到这个设计。 颜色,根据需要一百万六色,甚至更多,基本颜色与军用地形图一样。 其中色为地貌,黑色为的手,绿色为植被,蓝色为水系,还可增加黄色,灰色等,其中绿色可以分为深浅多种。 绿色越深,表示现地植被越茂密,通行越困难,黄色通常表示空旷程度差,通行困难,其他颜色用于特定内容。 如样采用,则在图里中或其他地方加以说明。 此方位,下面还有地磁场南位指示线,可以方便指北针使用。 在地图南北廊上的磁南,磁位及P,P两地间的连线,为该图的磁子五线,及地面上任一点磁针所指的南位方向线。 从梦点的磁子五线起,以顺时针绑向到目标方向线,该点到某一目标的延长线,之间的水平加角。 角改点到磁方位角。 在航空,航海,炮兵射击,军队行进等军事活动中,磁方位角有着广泛的用途。 军用地图特别复杂,不是专业人士,真的是看不懂,也看不懂。 大家看看还有补充的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